好继续来看到花莲市民代表许愿省 关心市民的用路安全 在31号的市政总质询当中呢 特别是提出了 在部分的路段是有 薄油补丁施工品质不佳 以及在人行道上的水沟盖 更是有部分的零件因酒失修 并且有脆化的问题 同样是暗藏了安全的隐忧 希望公所相关的客室 能够正视这项的问题 道路上如果遇到管线单位 有开挖需求 时常都能看见一块又一块的薄油补丁 为此花莲市民代表许愿省 也关心市民的用路安全 在31号的市政总质询议程中 特别提出在部分路段 有薄油补丁施工品质不佳 以及人行道水沟盖因年酒失修 所出现的安全隐忧 你用那个高级的立青土一摆下去 它大概可以维持到 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水泥干掉的时候 车子一压它就裂开了 裂开了就一个洞 你一次就把它做好了 然后你这样补 你要补一补 第二天你用刺激瓶 下雨后就有一个洞 第三天第四天 你还是要把它补上去 以前在台北市有研究这个事情过 为什么呢 你那个塑胶的话 一塌它就没有多久 它就氧化 氧化它就是一个洞一个洞 那个图片都有 现在改成那个密闭式的 像平平的密闭式那种的 那种的塑胶 它就不会去 去有一个洞一个洞的现象发生 此外市民代表许愿神 也针对七星潭沿岸土石流失问题 以及北冰外环 人行步道 栏杆袖石 路面出现军裂 长草等问题提出建言 希望公所相关客室 能够重视这些问题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